頭條開獎最敢講你的心聲 我來講大家恭喜 今天很特別 因為我們是大過年的 那今天呢為什麼特別 因為今天坐在我旁邊的是賴老師 哇大家新年好新年好 是疫情新年好 是是是老師恭喜恭喜 這個說實在的 因為平常我們在頭條開獎的時候呢 好不容易能夠讓賴老師 抽空到我們節目現場呢 往往也都是不是只有一個人 但今天因為一個人 你今天包場 我讓你暢所欲言講好講滿 太開心了 不過有人說我是唐真 我實在是很不想當唐真 唐啊有啊為什麼 因為朱凱翔 他說我是唐真 唐真就是那個周星馳的唐真 不是西遊記的那個唐真 周星馳的唐真他喜歡唱一首歌 叫做 Only You 我這首特別為我們觀眾朋友 現唱的為什麼呢 因為唐真叨叨叨叨的唸 很囉嗦 所以呢我今天一定要謹言盛行 是喔有人說你囉嗦了 因為你講了他的話吧是不是 好來今天呢其實很特別啊 所以呢我們在這一個小時的節目當中呢 就跟老師呢我們一對一的對談 我們要聊的這個話題呢 當然也是大家都非常關心的 我想在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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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應該說二零二零年開始 我們那時候飽受疫情之苦 對 那麼一直到了二零二一年 大家還是過了很辛苦的 太苦了 是但是到了這個二零二二年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得到伊西斯的轉機 那尤其在二零二二年之後 現在呢是我們的中國人的這個虎年 虎年虎年新大運 但這個老師有人說啊 說這個虎年啊過去的經驗呢 往往都是有很多的挑戰呢 嗯 所以今年這個虎年不知道會如何 那我先講一下我的想法 我在想說其實這個年到底要不要好過啊 大概如果中美關係好的話 大家日子可能比較容易過得好一點 你覺得嗎 可能不容易哦 不容易哦 你這個過年的最大的期望 要中美關係好 這個主動權不在中國大陸 主動權在美國 因為大陸一直是示好 但是美國一直是死壞 死壞 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的情況來看 這個期望要落空 我早就覺得我們把期望再拉低一點 是嗎 先讓疫情過吧 但是有一點機會了 這個疫情看起來 現在因為慢慢大家都已經看到 這個疫情趨緩 那至少有藥物啊 慢慢能夠控制 只要不要有一些 又讓人無法掌握的病毒 可能就好了 是的 對 但好 我們話說回來 其實剛剛在談 那為什麼中美兩國的關係 您並沒有那麼樣的樂觀 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您剛講到了美國 那我們就來談談美國吧 美國憑什麼會讓中美關係亂 它是因為什麼 它是因為現在自己美國呢 你不要說是內戰 但是內亂好像真的看得到 是的 這個亂是來自於什麼 這個川普要跟拜登 繼續在今年糾纏不清 我覺得這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 你看在台灣 我們所謂的選舉制度走到今天 那因為贏者全拿嘛 所以哪一個政黨贏了選舉 他就把所有的政治資源 全部都暖擴在內了 對 那所以呢 他有所有的人事決定權 所以他可以派官 誰當院長 誰當部長 誰當什麼 還誰當大使 誰升將軍 你看他文武百官 整個人事權掌握在手中 對 他還有公共政策的制定權 我今天要讓亞裔工會賺一點錢 我就通過對亞裔工會有利的政策 我要讓藥士工會多賺一點 我就通過藥士工會的政策 我今天如果要讓這個銀行業 這個像過去的我們的銀行百家齊放嘛 我今天把這個銀行都收回來 所以我就搞一個金控 發八張執照而已的話 那你想想看 很多銀行業者 就是說我也希望拿到 這個金控的執照啊 所以呢 很多人就會到 某一些人家的後院裡面去送現鈔了 所以就現鈔現鈔將送進去 你想想看這個就是公共政策的決策權 就代表一堆的利益 還有一個部分裡面就是 我們台灣有兩萬億台幣的預算 這麼龐大的預算 那你想想看 我決定這個工程給誰做 不給誰做 我今天決定這個文宣給1450的 或是給哪一個贏的 他的工作室 例如說我們知道有個名嘴 他幾年內他就拿到800多萬的 這個預算 這個經費 我就給他 而且這個還只是檯面上浮出來的 那檯面現在也不曉得 你想想看 公共政策的決定權 預算的決策權 人事的派發權 這麼大的權力都集中在手中 誰不想執政啊 當然 一旦想執政的時候 那執政者 那就想永遠執政下去啊 那在野黨就一定跟他對抗到底啊 所以政黨惡鬥就一直打下去 台灣是全世界的先例 走的最前端 我們走的最前位 所以美國人跟在我們後面走 現在美國人也學會了 台灣的這一套政治制度 所以政黨惡鬥 你看現在民主黨跟共和黨 鬥的什麼樣子 那您說怎麼會不內戰呢 怎麼會不內亂呢 怎麼會不政黨惡鬥呢 所以美國的民主制度 就一直墮落 一直墮落 一直墮落 這個就是一個制度設計的必然 是 可是問題是 美國現在自己本身這個制度的問題啊 但是現在在過去我們看到的是 川普一直是唾棄川普一直是被拜登唾棄的 那麼拜登後來勝選了之後 那有人卻說他怎麼比川普還要更川普 那川普現在又回過頭來呢 又在批拜登 是 就變成了一場鬧劇 而且川普呢 甚至把他形容是disaster 然後呢又說美國現在是委內瑞拉 像他把自己的美國 把他比喻為委內瑞拉 但很多人就在問說 那美國現在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說通通都怪拜登嗎 那你川普沒有任何一丁點的責任嗎 打中美貿易戰不也是從你川普開始的嗎 對啊 但是問題就在於 這套政治制度的特點就是甩鍋嘛 責任都是對方的錯 自己永遠沒錯 所以你看任何一個政黨執政的時候 我今天犯錯了 不要忘了國民黨也是這樣做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國民黨也是這樣做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也是這樣做 美國也一樣 就是拜登上來以後都是川普搞的鬼 川普上來以後都是以前的歐巴馬搞的鬼 所以你看永遠都是別人的錯 不是民主黨的錯 要不就是共和黨的錯 好現在的問題是在貿易戰 您說2018年開打 其實17年開始談判 那17年談判的時候 其實談得還不錯嘛 本來川普也拿了好幾千億的訂單 回來以後喜喜洋洋的 就說你看各位我拿了好幾千億的訂單 結果呢共和黨的就算他兩句話說 那是一次買單了 那買完了以後你明年呢就沒有了 而川普覺得老臉無光 就把這個訂單撕毀了 撕毀以後就開始要求要帶加碼 中國大陸說豈有此理 我又沒有欠你 我貿易順差是我會做生意 你貿易逆差是你的問題 我要跟你買的高科技東西你不賣 我要跟你買一些好的戰機引擎 你不賣 我要跟你買好東西 你這個不賣那個不賣 你要賣我的都是我不要的 那當然貿易逆差就很大嘛 那貿易逆差很大 我又沒有欠你也不是我的錯 是你的錯 你惱羞成怒我就給你老臉 那我就給你一點 說那我就多買一些你的飛機 多買一些你的這個農產品 那重點就在於 那我們這樣子相安無事吧 你沒有你又把撕毀 撕毀以後你要我買更多的單 我不會買單 這個時候就要修理我了 那豈有此理 那就沒這回事 沒這回事那當然貿易戰就開打 那貿易戰開打當然是美國人開打嘛 這開打就是川普時代開始開打 18年19年到20年你看 是這一打不得了 因為一打美國人本來想說 我一打貿易戰你就投降 對啊 大陸不投降 是 結果越打越清楚了 是 就是美國自己本身受害 對 而不是大陸受害 美國人要自己吃下去 對因為大陸出口就是說 我反正你也沒得替代品 本來美國人想說 我可能可以從印度啦 越南買進來對不對 但是結果越南印度供應不了 所以他必須還是要從中國大陸來進口 那你沒有可替代性的話 那中國大陸進口我就是這個錢 你買不買 那進口商就說那我就買吧 那所以價錢沒變 大概85%以上的貨品 都還是從大陸那邊買攤進來 買攤進來了以後 那中國大陸出口的價錢沒變 那所以增加了關稅就進口商支付了 進口商就是美國的進口商 那美國的進口商支付25%的關稅 我怎麼可能我吞下來呢 就轉載到消費者身上了 對那消費者一加物價就上漲 對 物價一上漲 然後呢消費者的薪水沒增加 然後這個時候就感覺到被剝削了 就是說我的薪水沒增加 而我的物價上漲了 我就等於是被剝削了 我就等於是比以前更窮了 我比以前更窮我就恨你這個政府 我就恨你這個政府 那當然恨的那就是川普 然後一直到恨到現在的拜登 看拜登也很討厭 因為拜登上來以後 當然就說那你拜登 是不是應該把這個關稅取消啊 嗯我們要整個全盤考慮完了以後 我們在取消 現在還不是時候 可是365天過去了 一年過去了 葉倫也說我們應該要考慮取消 然後大家就在等 講完了以後戴琪也說 我們應該要考慮取消 大家還是在等 然後這些美國的企業說取消吧 嗯我們是有朝這個方向在思考 但是還是不能取消 好那現在這些 整個美國的企業界 他們的這些工商聯盟已經死心了 不講了 哦是嗎 不是最近才有140幾個 然後就是致函給這個議員 然後給這個拜登政府 就希望他們能夠 趕快把這個政策給他調整 對 那議員現在今年 因為面臨到其中選舉嘛 看起來很多這個背後都是金主啊 金主給他們的這個壓力 所以你說能不改嗎 今年應該是有點機會了吧 會不會 美國的這個大頭腦啊 美國的大頭腦腦袋這麼大 就是頭腦腦袋這麼大 但是腦容量大概就這麼大 我們叫金魚腦啊 就這麼小的腦容量 裝在一個這麼大頭裡面 那他們一定會想說 哎呀我如果呢直接片面的啊 就直接取消關稅 那我多虧啊 哦我應該拿這個 來跟你中國大陸交換 談條件了 對那大陸 如果大陸早就看出你的底 就是說那你解不解除 隨便你啊 看你要不要解除啊 那就再撐一年吧 那你想想看 如果再撐一年 那你這個到年底的時候 11月 如果這個關稅還沒取消 那物價如果一直居高不下 而人民的收入一直沒增加 畢竟你覺得 那這個選舉好不好選 對於民主黨來講 可能是一大挫敗 那如果一挫敗以後 拜登怎麼辦 拜登就跛腳了 馬上跛腳 那馬上跛腳 他等於是重大的法案 基本上在眾議院跟參議院 都不能過關的話 那他對他的連任 就會有大大的問題 對整個民主黨繼續執政 就會有問題 那一旦產生問題了以後 這些馬上又失業了 又要去找工作 是拜登 但是他執意說 他要繼續拼連任 所以就等著看吧 好 但問題還有一個 說他一直想要對付跟修理這個中國 為什麼 因為美國現在發現中國的強勢 讓他很大的競爭的壓力 那現在呢又面對中國大陸呢 尤其在今年 在這個RCEP一起動了之後 哇 他在這個亞洲亞太地區 美國有一種被邊緣的壓力了 那他一定會搞出一點什麼其他的 譬如說圍堵的方式啦 或甚至是搞另外的一個小圈圈啦 想辦法要來壯大自己的聲勢吧 對不對賴老師 我覺得目前美國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要跟RCEP對抗 坦白說只有TPP才有可能 他又不回去 他又不回去 那他為什麼不回去呢 最主要的是因為啊 當初歐巴馬在推動這個TPP的時候 他是政治考量大於經濟貿易考量 那也就是說當初 是為了要對抗中國大陸 遏止中國大陸的發展 所以他是為了要對付中國大陸 所以對抗中國大陸 不是來自於川普喔 是歐巴馬 歐巴馬再往前推 是小布希 小布希再往前推 是柯林頓 所以從柯林頓時代 就系統性的對抗中國大陸了 再跟各位報告一下 柯林頓時代就開始系統性 只是沒有一個總統成功而已 柯林頓八年失敗 小布希八年也失敗 歐巴馬八年也失敗 因為歐巴馬當初就搞兩個 一個就是TPP 一個就是軍事聯盟 就是當時組建的軍事聯盟 那軍事聯盟後來就搞了這個釣魚島 跟台灣日本三角衝突 然後南海就搞了黃岩礁 就是大陸菲律賓跟美國的衝突 然後黃岩礁被中國大陸收入了 然後南海的問題 中國大陸一次把島礁都填滿 那歐巴馬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本來南海這個地方 原來大陸沒有填島礁 就是歐巴馬時代 大陸把島礁就填了 好那經濟這個部分就搞TPP 就是要把中國大陸把它隔絕 要把中國大陸隔絕的情形下的時候 美國人就讓利了 美國人讓什麼利呢 兩大款項 一個呢就是農產品 日本的關稅還可以維持很高 所以美國的農產品不容易進駐日本 第二個呢把汽車的零料件降低 所以日本的汽車零料件很容易進美國 這樣的話會打擊美國的汽車工業 但是又提振不了美國的農產品 那你想這樣的虧本的生意 當時歐巴馬願意做 可是歐巴馬的夥伴拜登不願意做 希拉蕊也不願意做 共和黨的川普更明顯的也不願意做 所以當歐巴馬卸任了以後 川普贏了 你看川普就不要TPP 其實你看拜登上來了 他也不要TPP 因為這個對美國沒有好處的東西 那對美國沒有好處的東西的情形下的話 他也不要TPP 那你想美國拿什麼東西 跟中國大陸的RCEP對抗 沒有 那沒有要搞一個所謂的經濟框架 也是以亞洲為主 但是框架不是貿易協定 那什麼叫框架呢 其實大家現在一頭霧水 我們簽訂一個什麼框架 可是大家比較在乎的就是說 我們的關稅是不是趨近零 對我們要看到有實質具體的內容 而不是只有講一個框架 但是好像到目前為止呢 這個美國的商務部長之前就是Romando 講的也很有限 只說就是在2022年要開始啟動了 但是具體的內容大家都還在等著看啦 目前有一個 有一個苗頭出現 這個苗頭很有可能會在春節的時候 拜登到日本去訪問 可能會出現這個2加2 我們叫做經濟2.0版的2加2 那這個組成是由外交部長跟商務部長 那也就是說美國跟日本的這個外交部長跟商務部長 那2加2的會談 他們會建構這樣一個會談 這個模型建構起來了以後 可能就推廣到這個四方會談 就是美 印 澳 日 也都是2加2的這個會談 那這個會談的目的在哪裡呢 這個目的就是只有一個 就是圍堵大陸 那圍堵是怎麼樣呢 新技術 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簽訂的這個框架跟協議以後 AI的人臉辨識技術不能輸入中國大陸 半導體的技術不能進入中國大陸 所以我再猜他們的這個框架 應該是採用圍堵的框架 可是圍堵的框架並不利於你的經濟跟工業的生產 因為你堵了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自己研發了 那你想想看假設啦 他說中國大陸不可能那麼快啊 這個是美國的邏輯啊 美國的想法 而且甚至像ASMOL 我們都知道荷蘭的那一家半導體商 它是做設備嘛 對 它是做光刻機 光刻機嘛 而且高端的光刻機的話 就說美國說你不可以賣給它 不可以賣給中國 那我們就不賣給中國啦 那中國自己弄喔 中國自己弄 慢慢等吧 還有十年你看它弄不弄得出來 好像還一邊就說等著看吧 賴老師你很樂觀嗎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你說短時間一兩年就弄出來 可能性不大 但是你說要等到十年 我覺得又低估了 因為我覺得歐美人 他們是按照他們的經驗跟邏輯 在推理東西 我個人倒認為他們 並不是很瞭解中國人的腦袋 各位你想想看 當初高鐵他們怎麼說 我日本的新幹線技術不給你 那德國跟法國說我的這個 這個我們叫DJF 我這技術不會給你 就是我的歐洲的高速鐵 技術不給你 西門子也不會給你 然後認為說還有就是持福列車 所以當時他們認為說 你中國根本搞不出來 五年內 中國的高鐵出來了 不但出來 而且呢目前來講 他已經碾壓了日本跟 這個德國法國的高鐵 他碾壓了 而且他目前來講 他的速度已經 歐美日都跟不上 全世界速度最快 他目前來講在測試600了 600這個速度 全球最快的了 跟你講一個概念 您搭飛機嘛 我知道你很喜歡出國的理由 像我們來講 我們在台南被困得很痛苦 我們一般來講 在搭飛機的時候 飛機只要進入一個高度 開始進行高空的 就是巡航飛行的時候 客機一個小時 大概就是8000多公里 沒有概念 老師這樣講才知道 800公里也8000公里 800多公里 應該是8000多公里 那你800多公里 對不起我弄錯 應該是時速800多公里 那也就是說一個飛機 一上來以後 開始進入800多公里 一個小時 那高鐵可以到600 就已經到600 就比飛機只差一點 對接近飛機的速度了 那你看一個接近飛機的速度 你想想看那個高鐵 而且我們要搭一個飛機 我們還要過海關 各種安檢 而高鐵卻非常簡單的安檢 你只要怎樣 他關門前一分鐘進去 或是30秒前進去就可以了 那你想他會多便捷 我覺得這個目前來講 他們判斷 但是我覺得你剛剛講的 那個總裁啊 就光科技的總裁 他後面有一個彈書 他說彈也說不一定了 他說他不是講說 那你就等著看嘛 看中國當中能不能做出來 可是他後面又補了一句話說 但也說不一定了 因為他也拆不透中國人的腦袋 他也拆不透 那也拆不透的話 那很有可能比他預想的還快 可是如果說中國大陸 成功的突破了光刻機 這個是荷蘭跟美國他們的噩夢 也就是他已經不再 居於壟斷的地位了 那中國大陸的光刻機 很有可能會比荷蘭的還便宜 那一旦比它便宜的話 那荷蘭的這個光刻機的 世界的主導地位的時代就結束了 是好 但是中國一直不斷的在超前部署 我們這樣講 或者是我們常常形容說 是超英感美 那現在很多的技術方面 其實確實是有領先的部分 但是呢這個超前部署這一塊呢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非常的積極的做一件事 你看其實美國一直在說 中國大陸那時候 在中美貿易談判的時候 很多事情啊 很多該做的都沒做 譬如說這個也沒買那個也沒買 然後呢都說一直沒有到 他們的這個金額 對他們都有 好像要交功課一樣 你這個都沒有做到 然後一直拿來這個說中國的不是 那但是呢有一點就是 在採購的部分達成率有超過八成的 就這一項就是什麼 在農業的部分農產品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要非常積極的 去購買這些糧食呢 因為是認定說 現在今年可能不樂觀 是不是糧食會缺乏 所以就要趕快來加緊腳步的去採購 結果老師就有人說 我看到有報導啊 就說所以中國大陸呢 真的很厲害 買了好多東西 買了好多的糧食 包括呢 全球的七成的玉米在他那裡 然後呢還有說他買了六成的稻米 全球六成的稻米都在中國 然後還有說什麼小麥 是 這個都是中國大陸給買去了 那美國當然是說啊對啊 但是你買的還是不夠 然後拼命的說中國不是 可是呢日本的學者卻有話說 說就是因為中國買了太多的糧食了 才會造成糧荒雪上加霜 美國目前來講 它的港口的流通 因為它太人工化了 它沒有像中國大陸的 比較是AI人工智慧 那所以它的效能很差 效能很低落 效能很低落的情形怎麼辦呢 你除非要不就是大幅度的 做基礎工程的改建 也就是說一個港口 一個港口這樣興建嘛 這個才能夠解決長期的未來 但是眼前要解決的問題的話 就是目前運輸有問題 然後再加上有些國家有戰亂 然後再加上氣候暖化異常等等 所以聯合國的農糧署估計就是今年的農 農糧產品可能會欠收 會欠收那因此那些貧窮落後的國家 像這個黑色非洲大陸 那他們相當有可能就會陷入飢荒 所以他們預估會有幾億人比較窮的 他們會陷入飢荒 那會陷入飢荒的情形下 你看日本人就開始抹黑栽贓中國大陸了 還沒有發生啊 但是他就先抹黑了 說因為你把糧食都買光了 所以糧價才會上漲 然後呢所以才會有飢荒發生 這個就是張官李戴嘛 但是這個是日本人幹的事 我們就不管他 那我們來談美國您剛剛指控的 美國人說你買的還不夠 你就買八成多 你應該買百分之一百啊 好那中國大陸講的態度很簡單 他說你做得出來嗎 你上得了船嗎 大陸就直接問嘛 就是說你上不了船嘛 因為你本身的這個生產供應鏈 你有問題 然後你沒有辦法把它運到港口 因為你現在缺卡車 缺卡車司機 你沒有辦法把他運到港口 你的港口沒辦法裝載 你沒辦法送到我這裡來 那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有什麼義務 我跟你簽這個採購協議 是當初有個負擔的條件 就是中美關係要正常化 你條約也簽了 然後繼續一直對抗我 然後改個名字叫做什麼 競爭合作與對抗 然後又說那我就不要對抗了 叫做競爭與合作 那其實你的競爭就是對抗嘛 那合作是零嘛 那合作是零全部都是競爭 然後你的競爭其實就是對抗 只是換一個名詞而已 那我為什麼要兌現我的承諾 所以你要我買你博英 那再想一想吧 你再等一等吧 那博英現在的情況就是因為 他再不賣出去的話 他的股票會一直跌 然後他會完全 他會完敗於空中霸市 那這個對波音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 所以他們也一直給他們的政府施加壓力 要中國大陸趕快買波音 因為波音再賣不出去的話 波音的公司真的會有問題 謝謝